大家好 我叫任小焦 今年34岁 来自吉林梅河口 腿脚有点不方便 我这个腿从小就患有大胯脱位 两个腿不一样长 相差五六厘米这么些 大胯脱位 他今天上台之后呢 要给我们来一段表演 我们掌声进入他的 你们俩什么关系 我俩是夫妻关系 你们俩是玩玩唱 还是正式的歌手 我曾经当过歌手 我在全国残疾人声乐 能获二当奖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特别巧 有一次我在夏祥演出 他去那家赶礼 就这么就见着我了 参加婚礼 请离婚庆 我去当歌手 就这样是 他就对我一见钟情 因为当时我去参加 我同事婚礼 恰巧敢让他在那演出 当时我看见他第一眼的时候 就感觉一种 怦然心动的感觉 所以当时 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那个时候他就通过我们老板 就把我的手机号就要去了 我们就联系了几次之后 就断了一段时间联系 为什么 后来回去之后呢 我也考虑了很多 因为那个工作也不稳定 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收入 我能不能给他想要呢 能不能呵护他 照顾他一生一世 能不能给他幸福 所以当时我也非常纠结 所以就没有再联系 他怕给不了我幸福 还有怕他家人反对 他在学校当保安 然后有一天 我在回我姑姑家的路上 必须得路过他们那个 学校的门口 就有一次就偶遇了 遇上之后 他说的 这么巧又遇上了 就请我吃饭 然后在这顿饭当中 他就跟我说了他的心意 就是想和我那个交朋友 希望我能给他这次机会 其实当时我的心里 在微信时问我自己 不是他在给我 而是我能不能把握住他 因为每个正常人 都不希望自己的女朋友 是个残疾人 所以我对找对象来说 我很不自信 所以我心里顾虑也很多 但是他 当再次看到他之后 可以说让我想起了很多很多 我感觉这就是上天注定 是一种缘分 让我们再次相遇 所以从那次之后 我就再次监点我的心情 这辈子非他不去 他就是我一生的伴侣 也就是说 在那段没有联系的时间里 其实你也在想他 对 你们觉得 这次绝不放过 对 那你们俩之间 就没有什么谁追谁的问题 自从那次之后 我就发起了强烈的攻击 强烈的攻击 因为婚庆嘛 都是提前多久 就把那个日期排好了 他就按我排班 排那个日期这边 他就篡班 就不知道是哪个班 只要是我休息 他就给您篡班 天天都想见他 做梦也想见他 他每次演出的时候 都需要经过我的单位 经过我的门口 所以他 当我得知他今天 如果要演出的话 我就跟同事说 那个来来来 穿个板 那个就赶上他 经过我那个位置 我经常下乡 那个他就帮我洗衣服 我非常懒 我不是一个很勤快的人 当时我就是 我自己的衣服都不洗 我得成天给他 你能洗干净吗 反正我是尽力了 他都把我那个 衬衫那领头都要洗碎了 然后我知道 我每天都起早嘛 婚庆都得起早嘛 他每天早上 就会把那暖宝 把店都冲好 到时候起早 不管多少他都送我 还有算 记得我俩相识的时候 是在那个12月份嘛 马上到平安夜了 我记得他平安夜的时候 那个满大街的那个情侣嘛 都拿着那个平安果嘛 他上水果超市 我买了这么大个幼稚 他送给我了 一个超大的幼稚 但是也没多想 送完我了 我就回家了 正好我姐夫什么在我家 就给我打开了 打开那天一刹那 里面有一个纸条 被我姐夫他们还读了 看了 说啥 觉得咱俩很合适 我对你也很好 我希望你把你 这一辈子的幸福交给我 我虽然现在工作不稳定 但是我一定会给你幸福 我不是一直冲动 我是真的喜欢你这个人 他给过你什么惊喜没有 我给他过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用了我年底的时候 那个婚庆的 就结婚的特别多 我就利用了 我活最多的那一个月 我涨了几百块钱 我给他上街里 买了一套衣服 因为当时 我的光街 为什么总进男装店呢 我这种不进女装店呢 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 后来进去之后 他让我 你说你试吧 然后我试了几件之后 就给我买 当时我特别感动 那父母到底知不知识 一直没跟我父母说过 但到后期吧 我想可以 也该谈到 那个谈会论嫁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就把这个 他的情况 和我父母和家人 就说了 说了 但是家里人特别反对 但是呢 我仍然坚持 反正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哎呀 真的是很不容易 身体残忍 想面对一个爱情 拥有自己的爱情 得经过很多很多 我谈家说了 如果你要跟他在一起 也行 结婚什么都没有 一分钱都没有 就是包括什么婚礼呀 还是就是那个 就所有家 什么都没有 就是你俩要是想结婚 可以就是自己去 组建家庭去吧 这在你们当地 如果南方结婚 一点理性都没有 连婚礼也没有 是一个莫大的羞辱吧 像娘娘人 谁家姑娘 嫁人 哎呀 找着什么样的对象啊 什么车来接你 或者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都没有 所以你答应了 答应了 你父母呢 我父母其实 不觉得憋屈 当时我岳母 他说 沈多儿 你什么都没有都可以 但是只要你 对个姑娘好就可以 我说你放心 我这辈子一定会对她好 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望 你住了一个 二十平方的一个小平房 我俩就这么结婚 只有一张床 一个电视棍 还有一个电视 第二年之后 我就那个 有了我俩的孩子 我当时知道 我自己怀孕之后 我就幸福感就爆满 非常开心 但是他却跟我说了 让我非常欣慰的一句话 他说 这个孩子咱还要吗 当时我就说 我说为什么不要 你不爱我 还是这么的 你为什么不要呢 他说不是 他说因为我的腿 大化错位 这个脊椎是弯曲的 如果要是怀孕的话 腿会有什么损害 他就比较担心我 当时我也考虑到 能不能因为怀孕生孩子 对他身体造成一个 更大的伤害 对他会有影响 所以说如果说那样的话 我宁可不要孩子 我说我一定要 要有个属于咱俩的孩子 这样才能算一个完整的家 所以我就坚持地 把我儿子生下来了 这个现在你跟他父母关系好吗 现在特别好 因为他家就是之后了 看见我俩真的是真心相爱 而且我俩都是比较朴实 所以后来他父母就答应了 就同意了 那现在你不唱歌了 我现在不唱歌了 那干嘛呢 我现在在我们家乡梅河口 在那个社区剧委会上班 主要负责残疾人工作 我们有他工作的照片 看一下 这个是在我们元旦的时候 就为了给老年人过新年过新年 过那个新元旦 我们给他包的脚上 这个张大爷和这个姓李 这个叫李依林 他俩都是聋哑人 这过年了嘛 我现在给他们搅搅头 过新年了 给一个崭新的面貌嘛 好 今天是谁的心愿 今天是我的心愿 来 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为我们社区的残疾朋友 送他们一份新年礼物 什么新年礼物 因为我们社区的残疾人 一共140多位残疾人嘛 我想给这些残疾人 每个人买点新袜子 新衣服 然后还有许多残疾人 我想把他那个轮椅 他那桌吊有点硬 我想给他买点那个桌垫什么的 需要多少钱 那个这个筹筑基金 两千块钱 我们来听听他们 怎么树立这个心愿 首先呢 确实你们应该 真的感谢新回来敲门 能给你们这个 这么好的平台 去讲述爱情这个故事 所以说我中式 公益慈善俱乐部吧 其实你们需要这些东西 可以去帮助你去 采购一些地道你们 谢谢 其实你们一直带着 带着笑 带着美好 带着幸福 并且你还把你的 你的幸福带给那么多的人 我觉得特别特别地感动 所以我也特别希望 我们英朗文化 在资金上面帮助你们 去完成心愿 祝你们永远都开心 一定 谢谢 我想代表 六人游定制旅行 赠送给你一次旅游的机会 你可以把这个机会呢 转赠给你想帮助的人 让他们开开心心地 出去看一看 这个美好的世界 让你的幸福传递得更远 谢谢 当你们两个对视的时候 眼神里 主打出了这种甜蜜和幸福 传递给其他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我是吉林良知律师事务所的 创始合伙人 我也愿意呢 为你 为你那些帮助的这些残疾朋友 贡献一份力量 谢谢 我们现在呢 也正在为我们医院的员工 还有一些帮助的对象呢 要采购一批这个袜子 所以呢 我给你们 送两百双袜子 这个一百双女式的 一百双男式的 谢谢 谢谢 而且呢 今天听说也有惊喜 把舞台聊给你们 老婆 我们走过了十年 从我们结婚 没有一场像样的婚礼 没有一份像样的礼物 但是你一直想要一枚专计 但是一直都没给你买 但是今天呢 我希望站在这个舞台 把这个愿望也实现 谢谢 谢谢 这十年你的人是幸福 谢谢 谢谢 好突然 你爸妈唱歌唱得好听吗 好听 你会唱吗 会 会一点 你唱两句我听听 呼噜哇 呼噜哇 一根腾上几个瓜 风吹雨打 都不怕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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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叮当当 咚咚当 呼噜哇 叮叮当当 咚咚当 奔定啦 呼噜 啦 啦 啦 好 好 我给你问你一个问题吗 如果说要用一句话 祝福爸爸和妈妈 你想说什么 祝他们白头造老 幸福快乐 所以你说这一家三口多幸福 这孩子真懂事 是吧 来牵着爸爸妈妈的手 回家去吧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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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